明朝复亡之后,为神朱顺水流亡至日本 朱顺水除了将明朝的文化、思想带去日本之外 也将中国的面引进日本 后来经过日本历代名厨的研究 就演变成为今天的拉面 发展到今天,日本的拉面也分了不同派别 神座拉面也是相当有特色的一个派系 与传统的酱油、炎味、味增、豚骨有所分别 神座拉面的汤底很主要是以白菜作为基础 然后才配上不同的食材 所以文英会认为它以清甜作为主要风格